四位林飞文却睡了自家经纪人,我只服最后一位,瞒了整整22年。 大张伟在观众的印象中是个金剧不断的段子手,因为舞台上的他总是给大家带来欢乐,再加上他的着装和歌曲都偏爱走浮夸风,以至于很多小伙伴都觉得他就是个不太正经的明星。 但他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却是非常低调。 其实他与经纪人刘盈在两年前就已经成为夫妻了,只不过一直没有对外公布,而近期在某节目中他也承认自己早有伴侣。 刘盈的长相和身材都不是大众心中的美女,想必大张伟也是看到了他有趣的灵魂吧。 张震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男神,15岁就因一部电影而声明大造的他,绝对算得上颜值和演技皆具的男演员。 而他的妻子则是他早年的经纪人,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原因时常在一起,渐渐互生情愫,于是2013年两人便决定结婚,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,也是幸福满满。 选秀出道的袁承杰因一首歌而被大众知晓,演艺事业虽做得一般的他却早早收获了一段美满的爱情。 他的妻子陈千仙也曾是一位演员,除此之外,他还参加过选秀,当过模特。 甚至一度成为袁承杰的经纪人,于是两人变日就生情。 后来袁承杰高调向女友求婚,小伙伴们这才知道原来他早有了背后的女人。 虽然鸡仔扮演过对待爱情摇摆不定的角色,但现实中的他对于爱情可是忠贞不渝。 他的妻子在他还是个小透明的时候就已经是他的私人助理了,到后来他大红大紫,身边的伴侣却22年始终不变。 虽然他的妻子相貌平平,但人家对投资理财却是十分在行。 现在他们夫妻俩拥有上亿资产,并且生活甜蜜,也是十分让人羡慕了。 参考来源